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亞 我們現在打一下五風獨龍的在二級 那這邊一樣帶大家用阿圖姆來通關 那第二隻這個的話 主要用來附加消除 那是為了湊成就 才會這樣子帶 你如果沒有的話 就帶進技場的那隻萊昂內爾 沒關係 只是成就會少一個而已 再來第二隻日本城 這個主要是用來把回復歸零的 因為關卡裡面有三次 真的高達三次的回復顛倒 要稍微注意 再來的話 龐貝是用來無視拼圖 那艾莉亞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換成歐基里德 只要在第四關以及王二的時候 可以幫你製造新珠出來 並且讓你手消到全部 基本上就OK了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先偷兩回合 那這兩回合 如果你有卡珠的話 好 所謂的卡珠是什麼 水火光 只要有卡 趕快去把它濾出來 好 這邊我們再偷一次 好 來 接著我們就去把水火光手消到全部 這樣就OK了 好 好 來 這邊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好 再來來到第二關喔 那第二關的部分 我們先故意去消暗或木其中一種 好 木地是要先偷一回合 好 再來這邊幫我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日本城不是帶上蛋糕的話 下一關就有回復顛倒 你記得要再多偷一回合 這邊你護盾還沒破 基本上都可以慢慢偷沒關係 好 那你如果跟我一樣的話 這邊我們就直接準備來進關了 我們就稍微大力轉一下 不要去消到木 我剩下這一隻是木啦 你如果是剩暗的就不要去消到暗 大概這個樣子 OK 來 這邊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好 再來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用日本城一技 把回復 不是不是 把行動值吹到百分百 然後再用二技 好 OK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大力轉喔 好 他給的這個版面其實蠻漂亮的 我們就盡量去把C數轉高 好 連擊同等可以內建無事啦 那只是剛好這個版面也是水火光 跟他要的一模一樣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去把狀態消掉 好 消掉之後我們補阿圖姆下去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一樣去把阿圖姆這個版面轉到滿版就可以了 OK 好 來 這邊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好 再來來到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補一個阿圖姆下去 好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用艾莉亞 去控制這個版面出來 這邊要手銷到全部的新珠 好 那因為黏斧的部分阿圖姆是沒有防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要轉之前記得稍微看一下 怎麼轉才可以比較好去消到全部的新珠這樣子 好 三回合內有做到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把木珠放到左右下角各一顆 然後隨便一康送給他 好 如果洗不了也沒有關係 因為老實說 這一隻可以闖紅燈 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並不會讓人太意外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電擊珠我們就稍微閃一下 阿閃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是稍微去把板面削乾淨一點點 讓他可以掉其他珠子下來 這樣我們等一下才有辦法去清理木珠的部分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再轉一次 好 就小心不要被那個啦 就是 欸 怎麼講 慢慢來就對了 好 這一回合應該是可以直接去把電擊珠全部清掉 好 那你看到快要清掉的那一回合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去大力轉看看 如果可以一波帶走的話 那就帶 也沒差 阿如果不行 就是再多花一回合 沒事齁 因為他敵人的話其實有一個石化盾 你如果沒有對他造成石化的話 傷害會只剩10% 好 七康的部分不用擔心啦 有內建無事 好 這邊沒有一波帶走 那沒關係 就是再多花一回合 他那個墊不會重複上 所以不用擔心 好 OK 來 這邊直接錘過去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是慢慢等旁邊跳起來 然後這邊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讓行動值看能不能 變到百分百喔 注意不要消到隊長的屬性 這邊是光 就是不要去消到光就好了 因為如果行動值都到百分之百的話 等一下你就不用開日本成忌二 再開忌一這樣子齁 你就可以直接忌二 欸沒有 更正 你可以不用忌一再忌二齁 你可以直接忌二就好了 因為忌二要行動值滿百分百才能開齁 好 這邊的話我稍微去累積一下行動值 一邊等旁邊跳起來這樣子 好 注意齁就是不要消到隊長的屬性齁 因為消到隊長屬性他是會追打的齁 好 那這邊行動值都有到百分百 旁邊應該也會剛好跳起來齁 好 那跳起來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就準備進攻啦 好 阿你這邊的話 旁邊開下去就不會有光珠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送給他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七關喔 好 第七關這邊是這個關卡的第二次回復顛倒 來 這邊的話我們先開阿圖姆 好 先把睡眠鬼轉成亢奮齁 來 接著我們開日本城 那注意喔 行動值到百分百也就不要浪費 我們先開忌二再開忌一齁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抓著阿圖姆的角色珠下來 然後不要手銷到做一個減CD的動作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沒有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可以直接去把它收掉 這邊是指定火跟暗 好 這邊的話我卡珠了齁 所以我去綠一回合的珠子 我場上沒有暗珠 好 阿也不一定是火跟暗 就看你遇到的是哪一種齁 好 我跟暗這一回合要消到應該是可以 阿圖姆不怕燒 而且燒甚至可以轉化為我方生命力 所以這邊真的完全不用怕齁 好 OK 好 來 這邊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那稍微再講一下齁 好 王關會再用到回復歸零一次 因為王關是第三次回復顛倒 所以這邊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剩下CD2的時候再進關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邊原則上我們就是先拖一回合 好 那剩下CD2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那個 附加消除把它消掉 那消掉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就好 我們抓著阿圖姆的角色珠 然後不要手消到 好 來 這邊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不要去消到暗珠就好 然後記得留一顆加護珠下來 OK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開日本城 一樣先開G2再開G1齁 好 那開了之後呢 我們補一個阿圖姆下去 好 我們一樣可以抓著自己的阿圖姆角色珠放 OK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就來到二血的部分 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補一隻阿圖姆下去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用艾莉亞齁 艾莉亞的話 風暴裡面的珠子沒辦法引爆 所以它一定會引爆中間 那引爆中間就一定 可以讓你手消到全部的新珠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把全部的新手消到 這樣子就OK了 好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黑金阿圖姆 過著一個五風毒龍的災厄 雙成就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普